內房的物館股 今早都有一個比較大的跌幅 如果真的持有的朋友 你會建議他們怎樣做呢? 其實我很看你持有哪一類型的 如果你持有109、688、123 物館在說 同樣系列 這一刻其實物館和內房的分別 就是怕媽媽賣仔 現在主要的問題是 媽媽的財務狀況究竟是否可以 這一刻我夠膽說 國安相對地比較穩陣 除了剛才提到的三值之外 全部都沒有那麼射爆彈給你 那道理就是 你會不會在去年的時候 笑著別人買恆大的時候 同樣這一刻 就是你一樣拿著這些不斷侵底 所以你問我的話 這些股份拿到這一刻 你怎樣算好 其實真的是自己計算的 剩下手上的資產對你來說有多重要 不在乎的 那便不想到 估不到的 就是你很多人會問 你是平人 你是做分析員的 分不分析到 記住 由整個事件開始 很多債務問題是表愛負債 那個狀況就有少少 不是一樣的 但是跟美國次案有少少先別 就是有很多隱藏的債務 或者很多評級機構上面 做的事情是不作準 令到市場完全理解 所以你這一刻怎樣去猜不到 可能最終碧桂園沒事的 所以我覺得你問我 有貨怎麼算好 你真是問自己 為何繼續拿到 錢穿了位置的時候 不走 你問我做好風險管理角度上面 如果你無法控制 你很重貨 一定要先減少一點 減少到一個 就是輸了也無所謂的水平